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赵婷 欢迎收听周末生活通 今天呢这个在节目一开始呢 要跟大家这个分享有一本书 这本书等待好久哦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本书出了好久 约了好久 终于呢这个我们的来宾来到了现场啊 这本书叫做把日子过好 把自己活好 它其实是你以为的偶然 都是人生的必然二系列作品 很高兴邀请到千里淳风老师 老师你好 那个赵婷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把日子过好 把自己活好 这听起来好励志哦 对不对 对其实对 当初取这个书名也是 有一些感悟啦 因为有一些故事 然后理解到 其实很多人会把自己的这个苦难啊 受过的苦啦 然后摔过的跤跌过的坑 就是到了后来 如果你的生活改善了 你就会回头去发现 啊原来这些东西其实是 对你是有帮助的 就好像西方有个谚语说 这个凡是杀不死你的 只会让你更强大 所以其实我们人生难免都会遇到这些挫折 失败痛苦 但是如果你不要去管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 你只要把人生的目标放在 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把日子过好 其实后来 等你把自己活的这个风生水起 运势都很好的时候 你再回头去看过去发生的那些事 你就会认为说 啊这就是我必经的过程 因为他就是要磨练我的心智 强大我的能力 天将杖大任于思雨 现在孩子可能没有在念这些什么古文了 但是我觉得你的书很有趣的是说 你的主页还是以命理为主 但你里头就是非常非常的励志 而且呢就是有一点劝很多的朋友转念 其实转念不容易 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听众朋友可以去试一试 试什么呢 我就常这样试 就是有时候你心里头有个疙瘩 你看那个人过来 就比如说 可能有个同事跟你说 我跟他说你什么 然后你就怀疑可能某个人 然后呢那个人走过来之后 你就觉得他讲话呢 跟你很开心的时候 你会特别说他是不是故意谄媚 是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亏心事 对不对 可是后来发现说可能不是他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后来他说的话又觉得很正常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 都是跟自己的心有关 就是你觉得怪怪的 然后呢你也会觉得 这整件事都怪怪的 其实是说事情 也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跟你刚刚讲的这个很雷同 就是那个临人窃服 就是说有个人怀疑 他斧头丢了 他怀疑是那个邻居的小孩 然后邻居的小孩走过 怎么看他都像贼 他眼神也像贼 走路的样子像贼 但是后来隔天 他找到自己的斧头 然后那个临人的小孩 就怎么看得不像贼 这是人的心 对人的心蛮容易 所以我在书里面也有提到说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这些 所谓的对吉凶霍福的解读 都是自己的心来的 所以那甚至我先前也有一个故事 写在书里头 就是说讲了一个三个工人盖教堂的故事 三个工人其实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都是在烈日下曝塞 然后弃砖头 对砖头 挑砖头盖房子 但是三个人的解读完全不一样 一个人就说 哎呀这工作赚不了什么钱又辛苦啊 然后就一直抱怨 那第二个人就说 这个工作薪水还不错 我至少能养家活口 还不错 那第三个工人就说 我现在做的是非常神圣的一个事情 我在盖的是一个教堂 为天赋 这个服务 就非常崇高的使命感 所以明明三个人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外境完全一样 但是心境不同 所以对这个他们的好运坏运 然后吉凶霍福的解读就完全不一样 对呀 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评论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不能够就是要每个人都认同你 因为他的状态也不同 就有人讲说 穷人的一亿跟 穷人的可能一百万跟 富人的一百万跟穷人一百万是怎么比 对我来讲 我觉得善都是一样的啦 但是可能 他可能他的一百万是他的全部 可能某个人的一百万 只是他的可能百万分之一 一个领头 当然不能否决别人行善 只是我觉得说 真的每个人的状态都不同 好那在这本书当中 其实有好多的故事 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先来谈谈 就是你其实有谈到 就是说 命由我造 福由自己求 同时你讲到那个了凡四讯 这个了凡四讯 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一本书嘛 大家都会常常会提到 了凡四讯 其实也是回归于 现代人来看的话 其实可能会有一些 不同的感受 其实我觉得了凡四讯 这本书给现代人 能够带来最大的意义 就是很多人会认为说 好像命运是僵固的 我一旦被命运决定了 我的人设 我的剧情 然后我的性格就 甚至我的行为 命运之中 就一切都被主导了 但其实不是 其实了凡四讯 讲的还是一个 比较透过外力来改命的 改命改运的一个故事 但是事实上 现在我因为我这阵子 大概这几年很臭巧 就刚好认识了一些 专门在做这些 什么身心灵行业的朋友 然后我就发现 原来 改运的方法 除了我们一般传统会讲的 这个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季应得五度 其实身心灵这条 也是一个很好的道路 就是可能它也跟宗教 多多少少有些关系 那蛮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你是不是能够觉醒过来 很难 对我经常发现这件事情 很好玩 就是说 我这次在书里 有特别提到 如果你能够经常在心里面 安装一只这个叫 Watch Dog 就是那个开门狗 然后身上可能随便带一个什么饰品 手链也好 手作也好 就是每当你又有负面的情绪出现的时候 这个Watch Dog 这个狗就要汪汪叫了 然后就提醒 哎呀我怎么又切 手链会变色是不是 不重要 关键不是在那个手链是开运物 我其实不太喜欢用开运物 没有我一直说手链像试管 那个试纸一样 那有愤怒 有那个沮丧 它就变颜色 它提醒你 它就是一个提醒物 就是帮你侦测到 哎我怎么又落入那种负面情绪 悲伤思想 然后把事情都看得很坏 但其实你只要被提醒到 你就会立刻终止下来 但是你知道有时候说跟做很难 因为觉察不容易 刚刚讲的我们都懂 但是有时候真的你在那个情绪当中 你很难自我觉察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继续来聊 我是赵婷 今天呢这个希望大家在这个 炎炎夏日当中呢 好好的来身心灵洗滴一下 就像千里全佛老师说的一样 人生的逆境肯定是存在的 重要是在每个关键的转折处 要尽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但其实这个就是很像很多电影都拍的 现在很多电影好喜欢拍一些 就是到一个转折点的时候 他做了不同的选择 他拍成两个 然后他就会分歧 然后就会 你的命运就会有两个不同的状态了 所以关键的时候 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这个选择其实也不容易啊 因为刚刚讲到觉察 你知道自己觉察的时候 你就要控制自己 但是人很难自我觉察 对 所以那是一种方式啦 那当然比较退而求其次 就是透过命理这样的一个工具 来帮助你嘛 因为我想就是说 你既然命盘已经打开在你眼前 那甚至有专业的命理师 都已经告诉你 啊你什么时间点会发生什么事 那你就在那个时间点 就不要去做那个事 你甚至不要出现在 那个时间你不要出现在那个地点 这个事情就没办法发生了 就过去了吗 对 还是说他会不会到另外一个事情又发生了 不会 因为理论上来讲 时空它是一个线性的 嗯 就是说线性的 对 已经过去了那个店 那个村之后 就再也没那个村 那个店了 那你以后 以后就算再碰到 也只是雷同的情境 嗯 人事物是绝对不可能 百分之百重现的 嗯 所以这是一个 对命理的一个了解跟认知啊 就是说如果你只要能够闪过去 那当下的那个事件 就是不会再发生了 所以以命理来看的话 基本上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个比较 呃大事情的发生 因为很多人不会具细迷移的 把小事都看到嘛 就是也不会记得那么清楚 那你大概就是几岁到几岁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什么 然后大家就可以注意 然后避免 比如说哦可能会破财 然后你这个时间就少少经商 或者说少投资 这样子 对对 少花钱 少花钱 对 但可是家人的破财 算不算个人的破财呢 那就看你跟这个家人 财务商有没有联系 哈哈哈哈 所以也就是可以避的 对是可以避免 好 那其实你在这里头 有讲到很多的账解 首先要讲到就是 培养好运的习惯 怎么样培养好运的习惯 好运要怎么培养呢 OK 我谈到 书里面有谈到 就是好运的培养 其实有一个三部曲 第一部 你就是要先认知到 所谓的佛家常讲的 一个叫做 一切为心造 其实佛经千金万卷 讲的几乎都是一回事 就是一个字 归结成一个字叫心 你怎么样控制你自己的心念 如果你能够随时掌控自己的心念 也就是说我们常讲 保持觉察 自我觉察 你任何一个当下 任何一个念头 你都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在做什么 在说什么话 那你其实已经掌握了命运 扭转命运的一半的这个 这个钥匙你已经拿到了 真的吗 哇 这样子钥匙就已经拿到了 一半拿到了 当你在 我们经常为什么就说 人会走到坏运 那通常就是我们说错话 做错事 或者你选错人 等等 那如果你当下有觉察到 你至少能够控制自己的嘴巴 不要说不对的话 不要在不对的时间 做不对的事情 其实这已经解决了你 人生一半以上的问题 一个老板 他只有两个人可以选 这两个他都觉得不行 不行 他一定要选一个 怎么办 他就选错人了 他没办法 但他可以就避免去 对对 甚至就这两个都不要再找更好的人 假设他要挑员工的话 这也是一个 当然选择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因为人生本来就是 一连串的选择堆积而成的 对 如果你前面的选择不对 当然有些事情比较重大 你选了之后可能就影响你二三十年 比如说婚姻好了 比如说你的职业 因为你可能进这个公司 如果你进了之后 你当下又很需要这份薪水 那你可能三五年 甚至五年到十年不能跳槽 那就很难转 对 但是一般来讲 只要不是那么重大的选择 你其实都是可以靠自我觉察 自我感觉 就知道这个人这个事情 这个环境不太对 那你这时候 如果自己都还不能确定 那当然可以求助于命理师 或者什么其他的管道来 我觉得很有趣 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故事 就是剪石头的故事 他一直在剪一直在剪 那有些人是正好相反 就他剪了一个他就觉得不错了 他就很珍惜他 然后他也觉得这个很好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跟自己的满足的有关 比如说人家有讲一句话 人比人气死人 就是你常常一直比较 或者说你在你的舒适圈之外 又去看到别的东西 你就永远觉得你 你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嘛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每一个人他都会有一个 当然我们要创造无限的可能 但是不是我们也应该要了解说 我们大概的极限到什么地方 对 我常常会给我的粉丝们三句话 叫做金无足刺 人无完人 瓜无滚圆 金无足刺 瓜无滚圆 人无完人 就是说金子 没有那种什么百分之百 都是那个纯的 那瓜 瓜一粒瓜一粒 那个瓜没有圆到时候 还可以放在地上 还可以滚的 人也一样 没有完人的 所以 有时候 我就拿婚姻这个例子来讲 好了 如果说你今天挑的对象 他只要没有一些非常严重的大毛病 比如说可能会家暴吸毒 或者是这个酗酒 毒博 毒博这类的 非常严重的恶习的话 那基本上也身体健康 有一份这个正当的收入 那其实你考虑婚嫁的对象 这已经就是一个 算是不错的条件 基本的东西有了 起码他也是个正常人 但是如果你当然要挑很多 有些女生 他可能年轻的时候会这样 他眼气很高 这个 我这个 我一定要 相貌美丽 我这个条件都很好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能够跟我匹配的 但是 这个有点像是 我有时候会觉得婚姻 有点像是一个交易吧 是一个市场的机制 什么叫做匹配 是外表的匹配 还是心灵的契合 其实我觉得这个 很难讲你知道吗 就是外人看 觉得说这两个好不配 你怎么不知道 人家觉得 我找到我的灵魂伴侣 是是是 所以不好说 那我只是说 有些女孩子 因为我 遇过蛮多的这个 女生的粉丝 他会有这种想法 我是会拿外在条件去 因为毕竟人的内心 人心隔肚皮嘛 你不太容易在几次吃饭之后 约会之后 甚至交往个三个月半年 你就能够知道对方的人品 心思 是 道德 所以通常会用外在的条件去筛选 但这 其实不是太 理性的做法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你要一个玩人 但你可以反观自己 是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 很厉害的人 就有时候本来就这样嘛 有时候我们当我们在看 好莱坞帅哥 或看韩剧的时候 尤其跟男朋友去看电影 以前都看电影 一转身看 怎么差那么多 没有办法 现实就是如此 好我们待会儿继续来聊 其实这书上有好多的 有趣的故事 有跟大家来谈到 就是 尤其是讲说 做事重要 还是做人重要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现今很多听众朋友 会接触到 会碰到的状况 我们待会儿来跟大家聊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天下所出版的 你以为的偶然 都是人生的必然 二 把日子过好 把自己活好 千里淳风老师 这是二对不对 所以你是有三部曲 还是五部曲 其实 没有很具体的计划 就是因为我的 我在脸书发表的文章 也都是 随性写的 就是有时候想到 看到什么案例 这值得跟读者们分享一下 因为当初写这个书的初衷 也是说 其实很多人生的事情 就是说 不是不见得要 每一件事都要自己亲身经历 自己去跌过那个坑 摔过那个胶 然后才学到人生的智慧 这个未免代价也太惨痛 太巨大 对 所以当初写这个书的初衷 也是这样 把日子过好 把自己活好 这有时候把自己活好 不见得日子会好 就是说 你日子好的时候 有着觉得日子还不错 但我觉得我活得不好 你知道有些人就是 当然年轻人是未复心慈 强说丑等等 比较青少年的时期 可是有些朋友 他在这个 我们觉得他在好日子当中 他不觉得 这就是个人感受问题 对不对 这个就很难 尤其每个人的天生气质不一样 有些人就是比较忧郁的气质 有些人很乐观的气质 像我个人就觉得 我好喜欢跟那种笑语如珠 比如说我们这一桌吃饭 我都很希望有几个朋友会在我这一桌 因为我平常在外头也是不太讲话 他如果他在那一桌上 我就觉得 哇 好开心 气氛都比较好 气氛就比较好 但那种开心快乐 笑语如珠 这是天生的吧 这没有办法培养 可以想办法让自己像那个 类型靠近 的确是有办法 除非你的你的命是非常 你的人设就已经是极端的那个负面 那那但是这种比比重比较少了 大部分人还是可以透过训练啊 自我提醒啊各种方式 甚至于就是透过阴阳五行帮你的那个比重 调配一下 真的啊 是可以 这的确是可以 这非常确定的事情 因为我职业以来这么多年 已经帮很多人改过这些东西 所以我非常确定 也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人的命运的确是可以改变 那性情啊 甚至都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以前 最近不是很夯的16型人格吗 很多人都说我有时候是E 有时候是I 对不对 就是这是可以改变的 状况不太一样 状态 好那在刚刚我们谈到 就是说 懂做事也要懂做人 这里头有一些些的案例 就是这个做人 其实也蛮重要的 对不对 当然 因为其实我们人在这个社会上生活 绝大部分的吉凶祸福 都是别人给的 除非当然天灾地震 这种例外 但是你如果今天只要在社会上求 要工作求生活 你一定会在职场上 遇到各式各样的人 你的老板 你的同事 甚至你的属下 那你怎么样去 好好地找到一套方法 跟老板相处 跟同事相处 甚至跟你的部下相处 那这就 他们其实决定了你 一生大概八成的吉凶祸福吧 所以其实如果说我们懂一点命理 或者是说 老师有帮我们指导的话 就是我大概知道 我的命格是怎么样 我就可以去找一个 跟我很契合的主管 对不对 对对对 要到主管的八字 好像有点难 主管要到我们比较简单 我知道很多主管会说 你拿个新座 然后把命盘来排一排 对对的确蛮多的公司的老板 会有这样用这种方法来筛选员工 那做人 做人其实不容易 不简单 那尤其是说 老师因为看过太多的人 但是一般的那个 不能讲社畜啦 就是一般的这个上班族 他其实真的很难 他会觉得说 那我就做事就做好 我为什么要做人 老板交代的事情就好了 明明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又改 有人会不高兴嘛 碰到这种事情 到底应不应该讲 老板前面讲讲 后来又改了 其实我 我如果跟老板相处 这个事情 我通常会给我的粉丝们 就是十二字惊诀 如果你碰到这种 真的是朝令夕改 然后忽冷忽热 喜怒无常 反反复复的老板 其实我会给一个 建议一个十二字惊诀 叫做 不招不惹 亦吉亦离 将信将疑 这个十二字很有用 这是我算总结了很多年以来 包括我自己以前在职场 也碰过这样的老板 我的感想是这样 就不招不惹 不招不惹 他找你你在做 你没有必要去惹他嘛 讲一些话 或是就是做一些 明明知道这个老板 就不喜欢什么什么什么事 什么样的那个状况 你还去招惹他 不招不惹 亦吉亦离 就说因为老板毕竟是打你烤鸡的人嘛 那你离他太远 跟他太疏远了 他可能连你的名字叫不出来 你就不能成为他的人马嘛 对 那你又是离太近 因为是你这个老板就有点像一把巨大的火柱吧 你如果靠他太近 你有可能被烤伤烧伤了 所以亦吉亦离就好 那最后就是将信将疑 因为其实很多这一种有帝王性格的老板 他们内心是充满算计的 所以你就是说怎么讲 对他的事情 他交代的事情 有时候要自我 自己要有判断 就是将信将疑 该相信的 你自己内心也有一把尺横量过 觉得这没有问题 那你就相信就去做 那该怀疑的你就还是要保持 这个好像比如说 就像你刚讲的例子 老板他前后不依 朝令夕改 那你就要怀疑 他早上讲的那回事下午又改了 那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自己心里要越把尺 对 而且有的时候老板交代的事情 突然他会在一个很说 有吗是我吗 那有时候你要给老板做面子 给他台阶下 他搞不好觉得说 我决策错了 但是 要有人背黑锅 但我讲说我没有 然后你只好就说 对对对 是我自己想要这样做的 对对对 你要替他背这个黑锅 适时的替他背这个黑锅 这就是做人 好难 有人不想这样做可以吗 你可以那你就是离开这个公司 离开这老板 换一个工作 其实这就是告诉我们说 任何地方可能都这样子 有时候退一步 或者是说给人家留一点点的后路 也许他是有什么状况 或他那天有一些难言之隐 但是有感恩的人还是会记得的 对对对 就是不要太绝情 对对 就是不要把话说绝 然后把事情做绝 把人也做绝了 所以就像有时候开会就说 我跟你们大家说 我是对事不对人 可是永远都是开完会 那些人都会生气 当然因为他们毕竟是人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我是赵婷 把日子过好 把自己活好 请大家买这本书哦 那同时也可以去订老师的粉砖 对不对 里头有好多好多的内容 在这里头呢 有分为五大部分 培养好运的习惯 找到自己的幸福 天性与教养 这大概就是跟这个孩子 比较有关系 跟家人有关 还有懂做人也要懂 做事也要懂做人 还有过好这一生 好接着我们来谈谈 就是我们很多 听众朋友都是中年了 很多人就说 六十之天命了嘛 但是你看 现在连川普 现在拜登已经退选 川普都还在选总统了 有时候人生可能 七十才开始 所以很多的中年的朋友 他已经五六十岁了 他是不是应该就是 回顾他这一生 他想他这人生就这样子 要抱持这样的一个心态吗 还是你有什么更积极的看法 其实这件事应该讲 没有放诸死海皆准的标准答案 因为每个人的命本来就不一样嘛 那有些人他可能到了七老八十 他还是精神健忘 体力充沛 他闲不下来嘛 那你叫他去开始 参禅打坐 石花养草 这办不到的 他一定还是会想要有所作为 所以这没有办法 给一个统一的建议 只能说 你在你年纪 你的心境到了的时候 是不是你适合去做什么事情 这完全都要怎么讲 量身打造的给建议 没有办法 就是说给一个 大家都适用的答案 那我觉得就是 如果以命理来说 因为我真的是不太懂 以命理来说 像我比较知道子威 像反正就这些心嘛 对那八字也是这样 那排列组合排列组合 他也许是最好最好的年代 如果是看八字的话 他也许最好的时间 就是零岁到十岁 可是他那时候还小 对不对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正好 你觉得在创事业的时候 三四十岁的时候很好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被 就是五六十岁的时候 有当然有 最好了 当然有 哇 这个 这叫公平吗 其实还蛮公平的啦 反正就是他都会轮 他总是会轮到你 对不对 对 普遍来讲 可能七八成的人的命运 是这样子没有错 就是他总是会 就是俗话说的嘛 乞丐都有二十年好运 所以 以大概 大部分的人的命盘 的确是会有这个现象 你一生中总是有你的黄金时期 可能在少年 可能在青年 甚至有人在中年或老年 这不一定 那普遍来说 一生当中有 多少年的黄金时期 是十年还是二十年 嗯 就是普遍的命 不要讲的那些 特别的或特别坏 特别好的 这个也同样没有标准答案 因为我看过的命盘 非常多了 我就发现 这真的没有标准答案 就是说完全是 我不太喜欢用随机 这个两个字 但的确 如果你从这个大数法则 这样看过这么多命盘之后 就会发现 他好像有一点这种 随机的感觉 就是说你的好运出现在什么阶段 不好说 完全取决于你当下出生的时候的那一副八字 是什么样子 哇 那 有点像抽盲盒吧 剖腹产算吗 剖腹产就不算抽盲盒了 其实我还蛮鼓励人家剖腹产 挑一个即日即时 真的吗 因为我看过好多的案例是这样 就是这个父母来找我的时候 他的小孩的八字打开之后 哇天哪 真的是一言难尽 那 甚至就是说 还有小孩家暴父母的这种案例 我也碰过好几个 那 你已经得到这样一个小孩了 那 你又有法律责任 对 他18岁之前都是你的责任 所以你怎么办呢 那我们也明知道说 其实剖腹产挑一个好的八字 你如果挑一个 这个小孩心性是温良公俭让 他是这个心慈性善的时辰来出生 那你这一生当父母的不是顺心很多吗 你何必要抽盲盒 然后抽到一个非常顽劣的一个小孩 所以老师是 这就是觉得是这样子 OK 这一排 有些老师就是说不要算 因为他们不想要影响命运嘛 那双胞胎呢 双胞胎其实命运是完全不一样 我已经看过非常多的案例 而且古人有留下诀窍 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区别双胞胎 甚至三胞胎四胞胎八胞胎 都有办法区别 所以他们命运是完全不同的 同样一个时间 插个三 我不知道插个三分钟 前后顺序就已经决定这两个人命运不同 长子或者是次子就不一样了 我讲一个 我不知道时间够不够 我可能快速讲一下 就我先前算过一个蛮极端的案例 就是他是一个一对双胞胎兄弟 哥哥先出生 但他的照顾人的牌法是原来的命盘 那弟弟就要改动他的命盘 那个细节我就不讲 太专业 那怎么怎么去看 然后结果我就看出来蛮明显 因为哥哥就很聪明 就是变成了一家很大的公司的工程师 那赚很多钱 那弟弟变成强匪 同一个时辰 但是命盘就是能够看出来 所以有些人会质疑说 好像那双胞胎你们命理师就拿他没办法 不对 这古人早就几千年前就已经告诉我们 怎么去区别双胞胎的命盘 所以虽然是同一个时辰 可是他的命盘里头的心会变不一样 不是心 我想我就不要展开讲那个专业的术语 因为讲了我怕我们听众也是一头无水 那其实古人有留下非常明确的诀窍 怎么去区分双胞胎三胞胎四胞胎五胎都可以区别开的 的确是光只是插那一个字 整个命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看我们韩剧好多 拥抱太阳的月亮 或说天上有两个月亮 那就观象嘛 天上有两个太阳 不是月亮 就是一定要把一个太阳弄 因为就是可能两个都是帝王 对不对或者是说有一些是输出 但是他的命可能会比那个敌子好 敌子好 对 所以双胞胎是非常确定的 他绝对是可以在命理上做区 三胞也可以 三胞四胞都可以 对 最多可以到十二 但是应该没有人能够生出十二胞胎才对 可能没有 那个古人留下的规则最多可以区别到十二个 假设真有人生十二胞胎的话 那其实还是能够分别出来的 而且要完全都是生下来可以养活的也不容易 对不对 好 那你书上有讲到时运不济的时候 你也建议大家先蹲后跳 对 要蹲多久 很多人蹲一蹲就起不来 怎么会跳 蹲一蹲脚就麻了 阿阿妈 叫麻了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谈谈怎么先蹲后跳 成浅嘛 怎么样成浅 会不会成浅之后就成下去了呢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咯 把日子过好 把自己活好 其实有的时候呢 你知天命之后 你其实还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对不对 可能我觉得看积极的个性 不见得说你六十岁 你就可以要退休了 因为你根本就不是那种寒衣弄孙 每天呢这个种花 喝茶的个性 你就想做什么 其实我觉得就做什么 因为就是人 就世界上很有趣 就是因为大家有一种不同个性的人在一起 大家都一样 都六岁就退休 就好像没什么好玩的 好那接着我们来谈谈 就是先蹲后跳 如果时运不好的话 会不会蹲一蹲就起不来了 这个积极的要先蹲后跳 对 成浅 当然其实我觉得先蹲后跳 这也是一个励志的说法 你如果后面还有好运 那你当然就先蹲后跳 现在运势不好 你硬要去闯 比如说好 现在股市已经走到牛市的顶点 你这个时候才要挑下去买 当然就强烈建议不要这么做 那如果比如说股市已经到低点 是该进场 你又不进场 我的意思说 其实命理教大家的就是这件事情 在正确的时机 你就要做那个相应正确的动作 股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是我们又不是命理师 我们怎么知道 我总觉得现在是正确时机 我不觉得是牛市顶点 我觉得是第一波 不是邪恶第五波 你知道吗 就是不是每个人都会 对 我的意思说 就算以股市这个例子 你不找命理师算上一挂 预知一下你这个钱投下去 会不会赚还是赔 那你至少咨询一下你的营业员吧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总有人 这个社会上有这么多的专业人士 总有你可以咨询的对象嘛 所以人毕竟你再怎么样有聪明才智 很多事情你还是不可能面面俱到 什么都懂 这太难了 毕竟人的时间精神精力都有限 所以有时候就是找那方面的专家 替你咨询一下 然后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至少也比较踏实 你不是完全出于自己的想象 或者是被自己的世界所局限了 你可以得到一些旁证 就做决定的时候就比较有品质 那如果说他真的是积极 他低潮 他一直在低潮 你要怎么样积极的让他转念 让他 你书上有写到好多吗 有些人在低潮 他怎么样的扭转 创造好运 其实 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有一些是我可以直接用 阴阳五行的方式帮他改运 这个我就会直接教他怎么做 那有些人是他比较 就是说他们八字可能比较 结构奇特 那也就说 即使去调他的阴阳五行 也帮不上太多忙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建议他先等吧 比如说你可能这20年是空王的运势 那就先练功吧 你书上有写到 有些人也 你不是也是20年空王的运势吗 对 走完了 走完了 恭喜恭喜 很早走完 还好还好不是在中年 对 所以这个很难免了 那当然空王其实对某一些的命来讲 反而是好事 比如他含着金汤池出生 最好是一辈子都空王 你懂我意思吗 平凡平淡平安 反正他生下来就是为了来降服的 所以空王到底好或不好 要看你什么命 你要看你投胎在哪里 但是你说真的是金汤池 含着出世的这样的命 真的一辈子也都很快乐 其实也不好说 他也背负着很多人的家庭 就是他 他不见得要一定要创新 但他要维持这个企业 就很困难 因为世界在进步 他们要一直要跟着 与时俱进 对 要精进自己做生意的技能 那有些可能他公子哥的命 但是他天生却没有经商才能 这也会很痛苦 我也碰过这样的案例 所以不好说 真的不好说 在一般世俗的眼光里 大家觉得 好棒 羡慕 好有钱 出生就一辈子不愁意识 但是其实他心里的苦 外人不知道 所以不要羡慕别人 好好地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最重要 对不对 有一句话叫做 命好不怕孕来磨 到底是命比较好重要 还是孕比较好重要 因为命好不怕孕来磨 如果你是命都好的 你坏运你终究会回来 还是说你的命还平平的 但是你一直有好运 有没有这种人 有啊 有啊 都很好啊 这样两种都很好 反正前者是你磨不坏嘛 后者是磨不到 命不 命不是太好 但你一直有 一直有好运 这也很好啊 有没有好运 其实有时候自己就会感觉到 像我自己就知道 我只要小小的违规 就会被警察抓到 譬如说呢 就是停下车看一下路牌 警察就说红线停车就开罚单 比如说呢 偷偷看一下 那个隔壁的那个同学的作业 就被抓到说 哦等等 但有些人就是天上好运啊 像我一个亲戚 真的就是 这跟赌博无关 他就是没事抽奖 都会抽到他 然后去 去赌城玩一玩 拉个吧 也是叮叮叮叮叮 然后就什么 就是大家都累积什么 都突然就他 而且他已经要走到 走到大门口了 对就是有人就是有这种运啊 的确因为像八字来讲 有有你刚才说的这种 他大概都是命里有福星贵人 有一种有一种组合 叫福星贵人 就是他会莫名其妙 就是老是碰到这些好运 那另外还有一种叫三骑 有分天干三骑跟地支三骑 三骑啊 三种奇怪的那个 就三个字组在一起 然后你的命里有这些组合 你就是老是会碰到一些奇人 奇事 然后奇怪的好运这样子 所以的确的确是有这样的人 好但是还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把自己日子过好最重要 对不对 就是有时候不要要求太多 我只求走在路上 想要停车 有停车场 有停车位就好了 我现在还没有路边停车 我都觉得OK 都觉得没关系 只要有停车场 收费停车场 不要买 我就开心了 你看我这小小的要求 是不是日子会过得比较好 当然了 其实你的愿望越大 就是要付出的代价 时间精神金钱 去达成那个愿望的代价 当然也会越大 但我一直觉得 如果你是一个行善的愿望 愿望很大 就是还是会有人来帮你 当然 那个是不同的 因为你自己小小的利益 跟你要去大大的行善 我觉得吸引过来的人 人或者是姻缘是不一样的 当然愿望越大 助力也是会越大 这都是成对的 这就是我经常会在讲的一个原理 就是说命运就是这么一回事 鹰跟羊永远都是匹配的 永远都是相伴左右 今天非常谢谢千里淳风老师 他空王20年已经走完了 未来如果要再走到空王 大概你要120岁的时候 反正会是很久远之后的事情 久远之后的事情 而且可能科技很进步 医疗很进步 也许还可以等到那一天 不过你希望不要走到就对了 据说人类已经快要实现永生了吧 现在很多的这些医学科技 已经走到一个 那个叫所谓的singularity 奇异点 就是说这个人类的科学 医学科技已经快要走到那个点 就是可以克服死亡这件事情 所以搞不好在我们有生之年 所有人都不会死了 也是有可能的 好 这个话题可能就是一个大 大家去想一想了 但是重点就是要告诉大家 很多事情呢 你用不同的角度来看 你可能就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跟你自己的不同的心态 当然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状况不是那么好 你可能也可以运用一些小小的方法来改变一下 如果我们一般的凡人就是说 搬个家啦 买个新东西啦 交一些新朋友啦 也许可能做一些改变 当然如果要更专业的话 可能就是要找一些专业的老师来帮忙了 再次谢谢千里淳风老师 谢谢 拜拜 谢谢张恬音 谢谢各位听众